好,各位观众,这场火药味食足的比赛就是我们明天的轻重量级的对决 哇,一上来就是连续的攻击,我们看刘万博两人是保护的 两个人没有防,纯粹的队攻,高山山国对纯粹 两人的连续进攻,我们看一个是打头,一个是打身体 但是看上去都是毫无损消,哇,这个太恶雪了 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薄情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甚至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 纯粹中药,一人一方,至根至根,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补身撞扬,年时祝福,彻底告别,快难软然 记住微信574993200 干脆,拿了下位,地面砸转,砸转,砸轴 这个手机很漂亮,这个不愧打过200多场的这个老将啊,比赛经验,比赛的局势的掌控 不愧是老炮,对,哇,见红了,见红了 没错,刚才连续的手机啊,肯定是能开花口 因为商风味其他的那个外号叫加东炮 对,也叫他格斗老炮 哇,额头应该开了很大一条口子 连续的手机很漂亮 对,还有在地面上的话,并不用太多的这个 但是李清真真地的很漂亮 好,李清真聪明,直接是到了一个游冰的位置 对,这边要看一下 对,这边要看一下 后手大白,直接在摔着 哦,大白是随招直接爆摔啊 就是到了半防守的这个位置 哇,这边一定要小心防守啊,不要在另外一边没攻也被对手打开了 李清真聪明,回复到好的 因为刘文波身高比较高啊,所以在全防守上的话他的防守还是有一定的保护性的 对,他身高腿强啊 做这种双腿伏着对方腰的动作 对,全防守 对他来说是挺优势的 然后这个山龙瑞琪也是非常聪明 我就把你压,压得顶向隆边 但李清真现在夺手抢了山龙瑞琪的,抢了山龙瑞琪的跃下 但是李清真要尽可能把这个两人之间的距离给压近 来寻找进攻的这个距离 现在两人又是到了一个很近的距离 没有背后攻击的机会 柳瑞琪要起身了,但江东李清真不给机会 柳瑞琪要翻滚漂亮 柳瑞琪拿到了地面站的优势位置上位 刚才拿了撤压 现在是在重任位置的击打了 柳瑞琪把对手给干掉 江东李清这边是在动动 在这个位置没有做任何的防守 裁判是看得很仔细 柳瑞琪的比赛 柳瑞琪赢得漂亮精彩 拿到了优势的上位 天下是不是逆转啊 曲队友扑下